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睇 今天會有兩件事跟大家說一下 第一件事是關於沙田第一城的鎖車王 他接受傳媒訪問 自己砍砲不勾與沙田第一城分手 大家都知道砍砲不勾的人是最兇的 所以他亦都大爆問 究竟鎖車的分佣如何計算 以及大爆自己的行業新宣史 通常這些訪問是說 誰爆料的人肯定是說自己很慘等等 但是我自己看完整篇報道之後 我有時候就會覺得 有時候做人的事 凡事你做得太盡 緣份就定必早盡 我比較壞地說 其實他現在失業會劈砲不勾 其實是跟他的工作態度有關 大家可能會覺得 什麼工作態度 他有偷懶嗎 他沒有 他很盡責 他盡責到就是沙田第一城 經常上新聞給人知道 從來沒有人敢再拍車在那裡 因為一定會被人抓 正正就是這種 看似很努力 看似很盡忠職守 很盡責的態度 反而令到他失業 跟大家慢慢研究一下 是什麼一回事 下一個話題 不是新聞 因為我不是一個名人 這個話題 就跟我有關 我終於知道 為何自己的身體狀況 急轉直下 那麼不舒服 因為 在我做完神早新聞之後 我幫自己做快測 發現原來自己是兩條線 我家人也做了快測 幸好我家人就是一條線 其實前天的時候 我也是一條線 想不到去到今天的時候 就兩條線 由於 不想說下街害人 如果我從這裡去新蒲岡的話 其實都會接觸到其他人 所以 我暫時就在自己的房間 就把自己隔離了 所以為何大家看到我今天這一集 都是在家裏做 就算戴了口罩也好 其實都有一種 播毒的感覺 我都不想自己 就有口說人 沒有口說自己 總之關於我自己的事 就放到最後去跟大家分享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 留言 訂閱 讚好 將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隔離的業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還有記得按隔離的鐘仔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首先聽聽新聞內容 沙田第一城的鎖車隊 極速鎖車的神技 就已經震驚全港 所有駕駛者 駕駛車入到第一城的時候 都是戰戰兢兢 但是 原來這個令人聞風喪膽的鎖車王關先生 在月底就將會解除合約 臨別之前他亦都大爆鎖車隊的賊賬來莫 以及自己的辛酸血淚史 他受訪問的時候就說 其實都知道自己是鎖車鎖到神真鬼厭 日日都是帶著父母開工 即是大家知道什麼意思 因為日日被人問候 其實他就說 這個情況並非他所願 只是鎖車隊和屋苑的管理公司簽署的合約 實在太過嚴苛 關先生就直言 鎖車隊是沒有底薪 沒有假期 沒有勞工保險之類的 其實他這裏又是混淆了一個概念 因為他是跟別人保險公司合作 即是他是自僱人士 他是用一個公司的身份來接其他的工作 你以公司身份去接的話 你自己又不開職位給自己 那你當然沒有底薪、假期、勞工保險 其實要這樣說 難道我都在你面前賣慘就說 真是很慘的 沒有底薪、假期、勞工保險 中了新冠都要努力做事 那你選擇得自顧這條路 有些事沒有你就預料沒有了 他也說 做鎖車隊是要自己出車 然後又要自己給有錢和買車的保險 其實他這裏也是有些問題 因為他說要出車 其實是他自己選擇的 因為你說你要去鎖車的話 老實說你不想涼冷氣的 你可以不用私家車的 你用單車你都照樣可以自己踩過去 然後鎖別人的車 你只不過是說你要拿著鎖重點而已 所以出車這件事不是必要 不過他就想對自己好一點 所以是特意有那些 不知道那些 Van仔那些 方便他出入鎖別人的車 然後他又說到 自己選擇出車這件事 因為有錢車保全部都是要自己給 然後就說到自己很慘 然後他就爆料就說 自己唯一的收入 就是320元的鎖車費 每鎖到一架車 320元入面 他就可以獲得240元 其餘的80元是歸於管理公司所有的 然後他就說 萬一開工吃白果 他就到時有錢 為勢所迫 就只好有理無理鎖了才算 關先生全盛時期 是試過一天鎖到26部車 月入最高達到5萬元 但是由於殺戮太多 所以很多司機都賣他怕 第一城已經成為了水清無魚的局面 關先生變相收入大減 他就認為管理公司對他的支援不足 以及拖他後腿 所以唯有決定離場 關先生由2021年1月起 坐鎖沙田第一城 因為鎖車夠狼夠狠 被網民氣稱為鎖車王 有人估計 第一城鎖車隊瘋狂鎖車 連收入高達過8萬元 關先生坦然沒有這件事 因為鎖車隊 不是只有關先生一個人 是說他們有兩隊人 因為鎖車其實是24小時工作 所以他們自己都分了 早間和下午間 不過就沒有晚上間 因為凌晨你開工的話 你沒有錢賺 由於他們這樣分了 所以雖然屋苑月入可以達到過8萬元 但是關先生他本人的收入 由於他還要跟其他同事去做競爭 所以他自己是沒有收那麼多 其實他自己也在玩了一些文字遊戲 屋苑的年收入 因為鎖車高達100萬 唯獨是他的收入過不到100萬 然後他就說絕對沒有這件事 總之又是假裝窮 你想想他最高月入可以去到5萬 你就再算一下 他其他比較冷淡的月份 拿4萬拿3萬這些 其實都頗好Pay 他自己就說 自己在第一城鎖車鎖了30個月 大概是兩年半的時間 至今鎖了6000至7000部車 然後他也在笑言自己 說我簡直是神來的 那麼久以來第一城沒試過那麼厲害 結果搞到無論是送貨也好 送外賣的人也好 或者是打算下車去廁所的人也好 每個人都要雞腳地完成 由於他們的高效 其實就是源自於無底薪 總之所有東西 你鎖到多少 你就賺多少 搞到他們每個人拼命去鎖 但是由於網上的人開始傳他 說是鎖車王 令到第一城的違拍問題 大為改善 與此同時 關先生亦覺得很難找到獵物 結果陷入一個水清無魚的局面 越勤力越無得撈的局面 是受到自己的盛名所累 他就說 由2022年的11月氣 鎖車數量大減 關先生的收入亦隨之下滑 然後他就說 今年即是二三年的情況 更加嚴峻 他說起碼鎖少了七成車的車輛 更加試過 一天只鎖到兩部車 收入只有480元 連有錢也不夠 老實說 如果公務員都可以用一些 低底薪的方式 像這個關先生 你越勤力越處理到多些市民個案 你又會多些人工的話 我相信這種制度可能會令到 整個政府 所謂辦公進度 應該會火速地增加 總好過 香港政府錢給多多 但有些公務員相對偷懶 還在面面面面面 以前你說香港政府要高薪養廉 但現在有廉政公署 誰真是貪污的就拘捕誰 我不是故意令到公務員好窮好窮 只不過是說 希望政府的高薪金能能夠幫助市民的效率 然後 先評論一下這個關先生 其實我覺得他很蠢 因為他做了一個殺雞取卵的決定 沒錯 鎖到一部車 你真的賺到多少錢 結果這個人就瘋狂鎖車 甚至乎之前新聞都看到 他顛到警車又鎖 消防車又鎖 政府車又鎖 一些是公益活動的車都鎖 還有 有些是接送小朋友的保母車又鎖 甚至乎人家 商場上落貨的貨車 只要沒有出事那張停車子的話 就算你每天都來這裏上落貨也好 不管 照樣屈了你320元 還有有些人是瘋得 你拿那張停車子 你是要停一停車下車去拿 結果 那張紙 即是都未拿到手的時候 一落車那下已經被人鎖了車 搞到有很多送貨公司 或者是外賣公司那些人 都不夠膽去這裏送貨 說明就是 這個第一成我們不送的 另外還有 即是剛才說的送外賣的車照鎖 那你想想 你自己遇神殺神 遇佛殺佛 鎖人家車都鎖到不講人性 那你說 現在鎖到沒有人願意在第一成停車 是不是真的自己拿來碎 如果你凡事不做到那麼盡 第一你就不會見報紙 你不見報紙的話 人們不知道這件事 仍然會有些人為例拍車 你長遠來說 你偶爾放生一下那些人 又或者不要做到那麼瘋狂 警車不要鎖 消防車不要鎖 你可能就是一個月就不會賺得那麼多錢 但拉雲去看 你都要給人夠膽在這裏圍拍才行 你最後才能夠長做長有 但這些人就喜歡殺雞取倫 拿著雞毛就當靈箭 以為自己做足做到盡 就為自己用荷包著想 對呀對呀 給你一個月賺到五萬又怎樣 但你這份工作可能都打不遠 接著 現在還要接受訪問爆料 你就想想 即是說到自己好像受害者 又說到自己多生窮水盡 但實際上有很多外賣仔 是因為他這樣鎖一鎖車 是搞到大半日人工白做 是不是 他現在說到自己沒有飯開 但實際上他其實也斷了很多人的一整日收入 記者也有藉著這件事去問他 就說 喂你自己都搞到別人這樣 關山回應就說 沒有辦法啦 我迫著這樣做 當自己吃飯和良心抉擇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 只有被迫著吃飯 梁森說我們沒有薪水盡就沒辦法 關山解釋就說 每個月養車的基本開支 就要去到萬三元 包括入油、車保、維修費 坦然鎖不到車就零雞蛋 你回來都是白做 入油都要錢 就算自己不吃都好 駕車都要吃 我剛才也說了 是他因為要涼著冷氣 鎖車才這樣 如果他直接選擇用踩單車 是辛苦點 但每個月可以省上萬三元 不過這些就封劍油人 你說關山有沒有他的道理呢 其實有的 但也是很具 你去到那麼盡 每個人都怕你的時候 我覺得沒有錢收就真的不要怨人 他雖然說到自己很慘 沒有勞工保險 沒有底薪那些 但我猜他同樣沒有報稅 以及沒有給NPF 因為這些是外判合約 不是僱傭合約 所以跟他合作的那間管理公司 沒有義務幫他報稅 大家看到這個人這麼貪錢的行為 大家就想像一下 究竟他有沒有去交稅 報稅及交NPF 然後在離別之際 關山就大吐苦水 批評管理公司對鎖車隊的支援不足 他就說自己鎖車他們都有錢收 他們不用做任何事 然後也估計30個月來的新勤鎖車 已經為管理公司賺取過百萬的收入 但鎖車隊就受到千夫所指 但管理公司沒有幫忙去解釋 反而在鎖車數下降的時候 就來拖後腿 他就說這個饅頭你都有份吃 我們有事的時候 管理公司也沒有幫過我 這裏我都覺得他的概念是錯了 因為他要知道為什麼他有得回這份工作 是因為管理公司他開這個位置給他 其實同樣地他亦都可以把位置開給其他人 即是這樣說 有時候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之下 別人是大地主 別人是財團 別人這一個地方是一塊耕地 是一份農田來的 你去租別人這塊地去耕田的時候 你總不可能是所有農作物你自己收了 你真的不用交錢交租給人 所以當中的稅收 又或者叫做抽稅 老實說 我覺得管理公司是應分的 還有能夠做得外判的話 對於那些吃死貓的行為 在這一個社會 怎會有人義務幫你去頂 你覺得管理公司是你媽媽嗎 然後被問到明鎮一時的鎖車王 究竟會不會退出江湖 關山坦然自己會休息一段時間 在未來應該會繼續在鎖車界發展 他就說 看看會不會有物業管理公司請自己 然後就說 自己的名氣這麼厲害 可能會請自己去鎮一鎮壓 然後他就說 其他地方都找過自己很多次 其實都是那句啦 我覺得他沒什麼資格吐苦水 好像他每個月月入五萬的時候 他還不是那麼開心 只不過 去到他搞壞了個場之後 就希望找多些好處 有時候我不是說縱容犯罪 但你為了你泊車的話 你真的抓到那麼盡的話 你想想 其他管理公司請他的時候 那就是又等於打爛自己飯門 你猜鎖車這件事真的那麼專業嗎 你走過去拿鎖扣到別人的車胎那裏 我想就算是 小學生也好 或者是師奶也好 沒有讀過書 不懂也好 你告訴他 鎖怎麼用 等他練習幾次去鎖 這些行為 阿豬阿狗都會做 還有你說 鎖車有沒有技術含量呢 喂大哥 你猜你現在F1方程式那些專業幫人換胎嗎 實際上這個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作 再加上剛才那個速度問題 其實就是純粹大家 暗著良心說 你越沒有人性的 你就鎖得越快 你猜其他地方沒有鎖車隊嗎 不過他們沒有關山做得那麼猖狂 因為他們知道 你凡事做得太盡 緣分定必早盡 還有 其實對於一個屋苑來說 你這樣去杜絕所有的維麗泊車 不是一件好事 除了本身的收入會下跌之外 對於屋苑附近的商場店鋪 亦都沒有什麼好處 你想想 那些人不讓我停車 那我不停 那我就不會在附近消費 所以我只能夠說 這些人眼光狹窄 他永遠只能看到自己 究竟未來這一天有多少錢 但完全沒有那個能力去想像 究竟自己將來能夠賺到多少錢 所以我覺得 不要假裝受害者 實際上就是 你格局不夠 你看東西不夠長遠才搞成這樣 而且他這樣 上去報章爆料的話 老實說 即是我是未來的公司的話 我不會聘請你啦 是不是 你今天可以在這間公司爆料而已 你第二天來到我的那間 做完了你都可以繼續爆料的 還有鎖車這些 其實就應該低調做比較好 你聘請過這麼出名的 就真的賺到自己的米 好了 接著去到下一個話題 講一下我自己的事 原來 我說中了招 其實我也覺得有點奇怪的 雖然各位觀眾都知道我平時會咳幾聲 但是 我很少就是去到極不舒服的地步 最多就是 你聽到我的聲音有點不尋常 從來都沒試過 會咳到連一句說話都說不到 其實我昨天還要發高燒 燒到38.5度 然後 手腳是沒有力的 是說真的一個27歲的男人 是不扶著東西的時候 是真的有機會腳軟的 然後全身肌肉酸痛 吞口水又痛 然後呼吸的時候 橫隔膜都痛 不過幸好就最後下了樓下看醫生 吃了些藥之後 再加上昨天充份休息 所以大家都留意到 我昨天下午的時候 已經是有能力能夠說到話 不過當然 都是一邊咳一邊說 但是那個頻率少了 所以咳的地方 我會自己用剪接 然後再NG去說過 其實我不是太擔心自己 因為我反而擔心的 就是惹到家人 到時就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不過幸好家人做了快測 暫時就沒有中招 但是現在不中招 就不代表絕對沒事 因為我自己 在兩天之前 就是叫做 昨天 前天我都說了我不舒服的時候 我都有做檢測 那時候我都是一條線 所以有時候這些東西 會有延遲都未頂 我自己是重視我家人 比較多過我自己 因為如果你跟我說 昨天這麼不舒服 原來是中了新冠的話 雖然昨天是叫做 真是幾不舒服的 但是 就遠遠都未去到 需要入院那種 所以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有打針的關係 所以就算是病發 那個病徵都沒有那麼嚴重 最起碼就是 昨天我都可以照舊做到新聞 除了做不到新聞之外 好老實說 我都不知道自己 怎樣惹病毒回來 我平時出街都有戴口罩 然後 我平時做事的時候 附近是一個人都沒有 居然這樣都可以中招 不知道 是不是說 外出吃飯的時候 附近就有人感染到自己 我剛才都看了一些新聞 盧寵某都預計 每天都有一萬人感染 現在中招之後 就心同感受 終於知道中招是多麼辛苦 而且我都在想 昨天那麼辛苦 那麼辛苦的時候 如果你叫我去排急症的話 那肯定情況更加地獄 因為 就算我睡在家床也好 我也是 這裏痛那裏痛 然後你還要說 去公立醫院 去一個那麼多人 然後周圍旁邊 都有其他人在咳嗽的地方 隨時要等12個小時的話 真是受不了 所以為什麼呢 有時候幾個水不省得 真是 下去看醫生 自己吃下藥 總是好過排急症 我自己 其實由上個月開始 我都開始戒口 在飲食方面 都很循規道舉 我已經戒了吃牛肉 然後 這兩年 沒什麼喝過凍飲 然後 由上個月開始 已經不再吃糖了 然後生活上 知道有什麼比較甜的東西 自己都會避開 這一兩個月 其實都吃得比較寡 只是吃豬肉 又或者是吃魚 但是都想不到 新冠來到的時候 都是減到飛起 我沒什麼看的 第一 就是望家人 不要中招 第二 就是希望自己 可以快快手手 搞定這個病 其實本身 這星期六 有朋友打算約我出去玩 但是 現在就沒得玩了 做完事後 唯有在家玩一下電腦 以及 都盡早去睡 我現在 都有吃一個抗生素的療程 不過 就不是針對新冠的抗生素療程 因為 在昨天看醫生的時候 我跟醫生說 我當時一條線我沒有中招 不過我聽過醫生口問 他都覺得我應該是中招的 不是吃一些新冠的特效藥 但是都希望 可以憑著自己的抵抗力 就可以去處理這一切 因為畢竟 年輕 我都說了 打了三支針 是不是 好啦 今集節目 就來到這裡 我們就 待會再見 好 就這樣 拜拜